这一场比赛来看呢,梁静坤的正反手的质量下风,因此呢,在本场比赛中,就要看双方选手谁能够更耐心。 梁静坤来说都是机会。 梁静坤来说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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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比5 11比5 在他球后 坚定的侧身抢了 这样的话 梁建坤就以11比5 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过程中 比赛通常是一个 以报之报的一个情况 这种效果有更加的主动 现在在绝对力量的相持上 其实樊晨东已经不占上方了 这些 对 可以打的 孙坤来说呢 他在一些相持球 或者机会球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 最好的一个应对方式 就是先咬住 减少5位 6比3 4 逆旋转 8比4 这种球 其实像樊晨东这样的一个主动的发球抢攻 还是被梁建坤 快带 反拉得分 其实这样的球是 6比7 8强 9比7 这一板 这一板凡正东处理的非常的 9比8 不错 这一板是先 10比9 10比9 10比1 10比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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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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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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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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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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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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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3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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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旋转 在处理反振东逆旋转正手短的这一板圈 确实摆得不好 是这种 第四局比赛的情况 同时对于梁敬坤来说 减少5位15 梁敬坤也是积极地在开局阶段 上手抢攻 前三 这一阵 相较于前两局 樊振东正手的 命中率明显的提高了很多 其实这样的话 而且在前几版 感觉樊振东已经有些 在很被动的在围着 哎呦这是个 整体的节奏也不是很明确 但 从双方的 6比6 对双量的相持来打开状态 也提升自己的信心 非常漂亮 这一板球连续高质量进攻的时候呢 樊振东也没有给予去加质量 而是在落点上 又是一板这样的一个稳健的相持 8比6 这样的一个战术套路 就是扛住 而且回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 这时候其实梁振东可以 又是前装相持 这样的来说呢 对梁振东的信心 是会有非常大的打击 你看这种 机会 双方对拉 漂亮 樊振东在中进台 这比10 还是 包括在落点上 也是在主动的牵制着梁敬坤 7比10拿到了局点 确实是 这一局的战术 这一板发出过好 暂停 其实这个时候 发的这种逆 如果被梁振东拧上的话 威胁很大 漂亮 消了一板 非常的顽强 非常顽强 又是形成对拉 11比11 漂亮 12比11 毫无简历的一个相值球啊 打得都非常的强硬 可以看出双方的 强硬的 局点 又是逆选短 嗯 12比10 反正东 在顶住两板 对方高质量进攻后 反正东也是 果断的转正手进攻 那现在双方也是没有 暂停的机会了 因此一定要靠场上啊 自己的这种心态的去调节 现在反正东也是 这些回防 包括控制上 现在梁振东其实没必要去退台了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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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包括对于节奏的这种把控也更有数了 相比较之下 梁静坤呢 留下这样的一个反攻的机会 因为没有变化 其实在比分没拉开的时候 可以让范震东先上上手 3比8 范震东主动上手的包括线路 包括这种节奏风得很死 其实可以把这种范震东先上手 在一些反拉包括相处过程中寻求突破 第五局的分差还是很大的 4比10 机会 依旧是稳健的回防 一个擦网 这样的话呢 范震东就是以4比1的中逼分 战胜了梁静坤 获得了晋级男单决赛的资格 接着